花里线第三届蜜香红茶制茶比赛 今天起一礼两天在瑞税五客东升茶行展开 今年有来自瑞税玉里复里三个茶产区 32位的茶农报名参加 其中不乏有妇女党或夫妻党 甚至于曾经拿下全国制茶赛冠军的茶农也来参赛了 竞争很激烈 结束了简单的开幕式后 参加第三届蜜香红茶制茶技术比赛的茶农们 依序抽签领取茶金 首先整理后即刻进行尾雕 今年会选取冠军一名 亚军两名以及季军三名 总共六位得奖者 花里线蜜香红茶远近驰名 更是独占市场凹头 律师湘荣会为了提升蜜香红茶制茶技术水准 即便经费有限 仍连续第三年办理制茶比赛 相当支持农村产业发展的水保局 这一次也特别处理协助支持 让我们制茶这个经验可以传承 另外就是说让外地的一些青龙 青龙他可以知道回乡 回来我们家乡的一些蜜香红茶的产业 今年有来自瑞穗复礼以及玉礼三个茶产区 总共32位的茶农报名参加 而其中不乏有妇女党或夫妻党 甚至有些是制茶长盛军的茶农都来参加 竞争激烈 带他出来学习观摩 这是传承 要传承给他 对啊传承给我小孩 那有没有什么给他一些伯父啦鼓励啊 没有伯父啦只有认真的观察 认真的学习 全国都参加了 没有这个跟不一样的人 会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说来参加就是自己要自我挑战 希望哦因为觉得制茶每一个人的手法都不一样 对啊我们会想要来看看说 其他人的制作方式 对然后还有手的那个姿势 对我觉得那都还蛮特别的 这一次同意使用金萱茶种 作为蜜香红茶制茶比赛的材料 就以大业乌龙茶种制作蜜香红茶的在地茶农而言 或许也是一项大挑战 因此赛前担任主审的台东茶开场制茶客长罗士凯 也特别提点 那个走水很重要 我们在品红茶的标准是希望发酵度能够足一点 那发酵度足的话 就是你当然也有很多种方法 包括你的这个揉拧 还有其他前处理的部分 包括有一些动作 或者说你有做一些油雕的动作 去加速它的这个发酵 不论是妇女母子或夫妻党 32位蜜香红茶制茶精英好手 要以两公斤的茶精在明天29号上午8点半之前 制茶缴交350公克的蜜香红茶成品 作为官能品评赛之用 而每位选手使出看家本领大显身手 希望能够拿下这一届的冠军宝座 最后录死谁手 明天就揭晓 记者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